陳夢 孫穎莎 劉詩文 家境對比 陳夢家豪宅 像宮殿 宮殿 郭桃 徐騰 鄙老 彌桃 姐濱 我跑 要nessy 這麼久還余晃 余晃 nesse сотруд 他說一塊房子 對不對 皇后住的時間多久 皇后更前遭遇 回到奥运会的话很容易放弃 但他始终 不参与奥运会 他绝不 不停止 他在闲下的时候 他就准备差不多了 有时候焦虑下去 你跟他说 你就回来的时候 差不多庆岛就开海了 你感觉他这个瞎的味道 他好像是特别漂亮 陈梦同款项链 你想天 陈梦父亲 这款独一无暗 一无暗的话 要手工的话 没有一无暗 再来解释一下项链的由来 因为 他是一个一定平方新婚 因为他非常热 平方新婚 他这么多年 女孩子都愿意漂亮点 他就老感觉找不合适 我就考虑 就找给我一块 我找给我出的节目 那一把人吃了以后 最后我来吃尿 最后他也很满意 孙英莎 房间曝光 孙英莎凭借着过硬的实力 和可爱的形象 受到不少网友的喜爱 但是私下的孙英莎 其实比外界想象的还要萌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孙英莎被曝光的房间里 有什么好玩的吧 除了准备好自己的武器球拍 孙英莎的房间里 还多了一个陪他比赛的小伙伴 他第一次陪我打比赛 就是他记住了 他叫山丘 你给他起零 包上一个 好可爱 这玩水要陪 可爱 比我还可爱 太可爱了 我现在这 我也在看一本书 夜越黑星星越闪 以前排球运动员照得热一些 他里边写的挺 就是那种运动员 一看运动员 激励的话 来之前肯定也有些紧张 毕竟自己第一次打 主要对手其实也都来了 八个月都没打 互相之间都练点什么 在场上发生什么 其实都是未知的 所以说 其实自己对自己 还是多少有一些担忧 怎么样 全屋都摆满了皮卡丘的孙英莎 是不是让你觉得 他更加是一个 没长大的小孩呢 虽然在不少人看来 他如今也才不到21岁 也确实是小孩 但是他内心早已经成熟到 在国际赛场上 争金夺赢了 如今依旧保持着同心 夜市十分让人欣慰 再次也希望 他能够一直天真浪漫下去 继续做那个可爱的莎莎 刘诗文父母为他加油 刘诗文父母为他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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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大家吃饭 没有 没有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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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紧 让她时间好好调整一下心情 可以 可以管你 太爱 要做 对 我爸就主要管我学习 还有生活上 他们俩是自然分工 对 还是你爸其实有时候 他可能也会觉得 也许你妈妈是有点推 你推得比较狠 但他可能专业离得比较远 说不上话 还是性格使然 你妈可能更强一点 他俩肯定是 在我小的时候就商量好了 对 不让我爸去插手 或者是他要求我严格的时候 不让他拦着 我妈有的时候陪我练球 或者是说我的时候 他就不在现场了 不知道为什么 只能不在现场 如果在现场的话 他们俩不是统一战线的话 会更麻烦 可能 他是一直很坚信 你的能力 还是偶尔他内心去 也会有过动摇 和不确定的时候 你问过他吗 我问过 他当时回答我说 我肯定是看到你 有这样的天赋和潜力 陈梦是黄晓明表妹 哇 想哭 但是这一刻 陈梦美目成真 同样我们也要将掌声送给 我们家多了一个冠军 多了一个奥运冠军 这一刻我终于做到了吧 然后希望自己能够 在拿到女单的同时 继续把女团带回青岛 拿到两枚奥运会的金盘 刚才黄晓明说 给你准备好接风菜了 你怎么跟他说两句话 其实在我赛前的时候 哥哥也给我发过信息 然后因为他在拍戏 其实也是在 他说在拍戏现场也会去关注我的比赛 给我加油 我觉得回去回青岛聚一聚吧 那其实今天我一进来之后 就被这个位置给吸引到了 因为有一面特别壮观的墙 上面全都是陈梦曾经获得过的奖牌荣誉 有没有感觉到 就这面墙可能对于女生来讲 多少个爱马仕都不换 真的是看着就激动 现在你已经很美了 这一说就感觉不太好 多开心 没事 费的价值呢 我觉得应该是说是 总决费的价值更高 但是论那个的话 应该是被含金量更高 含金量比他还原 所以在他去年就等于他突破了数据吧 妈妈谈孙颖莎很刻苦 孙颖莎从小就与乒乓球结下了不解之缘 妈妈高军敏回忆 孙颖莎刚懂事的时候 就对乒乓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喜欢学着比赛转播里面 国手的样子挥拍 为了满足她的愿望 家里买了一支球拍 送给了五岁的孙颖莎 这支球拍陪伴了孙颖莎许多的童年时光 更为她打开了乒乓球世界的大门 从她打球开始吧 应该说到现在吧 在我的记忆里 她心里确实只有平方球 即使比方说是生病了 如果说去医院需要打点滴 或者去医院看病 她都会看完病之后 然后还要把剩下的时间赶到球馆 在她看来可能是这一天 如果不到球馆来进行训练 或者不进馆 那么对于她来说 就不是完整的一天 从来都是嫌自己练得少 就是说离 她总是基本上是最后一个离馆 她就是比较喜欢张一宁吧 她说张一宁大魔王嘛 她要向张一宁学习嘛 让自己尽快地成为大魔王 她也有这个疲惫 累 委屈的时候 但是她是一个比较靠墙的孩子 自己承受了很多的困难和压力 但是每日当累的时候 她就会给我们打电话 向我们倾诉 我是的 Twitter krä ich去 车 车